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少年发达不是好死去 寿命短 或者是有寿命 万年会造灾难 福报不要在年轻时候想 年轻吃尽苦头好 福报到万年想 万年体力摔了 没有福报是真苦啊 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有福报 怎么样呢 福报来了 不要想 我不接受 我把这个福报给别人 我不受 你不受这个福报不是墓游了 等于还存在了这里 现在不受 将来又会来了 来了都送出去 留到万年想 这个叫聪明人 真正有智慧的人 所以 佛欠我们不识 不要怕不识 不要认为 我好不容易赚来的 我写掉了 我写掉了 写掉了 写掉了 我明天怎么办呢 你写的越多 来的也越多 争争不可送 你要不肯写呢 就那么多 用完了就不有了 越写越多 永远也写不进了 财不时的财富 法不时的智慧 无畏不时的健康长寿 财我们要 智慧我们也要 健康长寿我们也要 这个果都要啊 但是不肯去中阴 那果从来来 天上不会掉下来的 尤其是年轻人 希望你们有福 要认真去修故事 为什么呢 我现在不想 我把佛报留在万年下 万年上体力衰老 万年有福 是真真有福啊 年轻有福 不是有福 年轻把佛想尽了 万年的时候 衰老了 体力没有了 精神也没有了 那个苦难就有得受了 到晚年的时候 能有很多年轻人 照顾伺候 这是大佛报啊 这个佛报要靠自己修 要现在修 现在不修就来不及了 一个人如果能够 尽心尽力地 培治福田呢 他的这个福就想不尽 你比如说是 一般说 他这个命中财富 现前的时候 他小的自己享受 他不小的再去重复 他这个命中财富 保存的不久 如果一到手啊 他就重复了 那这个财富 那这个财富 悟久的财富 就变成长久的财富 这是世间最聪明的人 那我们世间人看这个人呢 哎呀这个人好像是傻瓜 在佛法里面来讲 这个人是最聪明的人 所以有许多万年学会 明白佛法道理啊 自己都很后悔 年轻的时候 有势力 有财富 有能力 不小的重复 到万年呢 受贫穷之苦 这个时候想修福报 没有财力 体力也摔了 心里面虽然有这个愿望 力量上做不到 这个就是明明呢 傅田在眼前呢 他写起了 实在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我们要认识清楚 真正明白 尽心尽力的 去培植傅田 那么你要去万年的资深 你都要懂得英语谷 年轻的时候 有精神有体力 都替别人做事 你行善事 你能够为别人 到你年老的时候 人人都为女 这个多自在 老的时候不能跟着 大家都为你 都来照顾你 这个多多自在 你要不肯为人 向人家来帮助你 没有这个道理啊 什么样的英 就有什么样的古道 英国报应 丝毫不耍 年轻的是受苦不怕 精神体力好 能应付得过去 所以福报啊 不能在年轻时候 相见 老年苦是真苦 老年 老年有人照顾你 有人关怀你 有人帮助你 老时候没痛苦啊 全靠 少壮 记得 断卧修善 积功累得 让自己度过 幸福美满的万年 这个不能不知道 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